大家好 來 還沒開始還是討論規矩 基督徒 一生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一個度、一個死人 一定要去以色列一次 那現在我們在這邊上了課 雖然有的沒有要去以色列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這邊我講的這個點 就是跟聖經有關係 所以你們會知道聖經講的是真的 就是要跟大家講這個意思 聖經所講的都是真的 你聽就知道了 來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些 要介紹以拉他 也介紹以太平洋 還有斯菲拉跟耶里哥 第一個 這個我們看 這是以色列的地圖 第一個要介紹就是這個以拉他 是以色列最難過的都市 第一個 第二個要介紹這個以太平洋 這些平洋要介紹三個地方 約帕克拉威烏埃沙利亞 然後他的旁邊有一個是非拉 這個地方要介紹 博斯邁跟以拉國 然後右邊介紹耶里哥 就是今天介紹這些 第一個以拉他 以拉他到底有什麼重要呢 因為聖經說到 當摩西在以色列到出埃及的時候 就經過這個地方 一開始就是幾千年前 經過這個以拉他 聖經有提到 他們經過以拉他轉往摩押 聖經這麼寫 於是我們離開西爾 經過以拉他以尋加別轉到摩押去了 來看這個圖 這是西來半島 這是那兩個紅海的那兩個索子頭 這個阿卡八彎的最上面 這個就是以拉他 以尋加別就在他的旁邊 就是這裡 他們從這邊過來 從這邊上去 這是以色列這樣走的 就是這個地方 但是以拉他聖經有時候會講 叫做以路 所以你們在聖經讀到舊約 不管讀到以拉他或是以路 是同一個地點 因為一彎記上有講 所羅門在以東地方 靠近以路的以尋加別製造船隻 所以你看到不管地圖或聖經 你會看到這樣子 以尋加別旁邊有一個以路 有時候以尋加別旁邊又是一個以拉他 這兩個是同一個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看 當時候摩西帶他們出來的時候 是他去跟以東的國王講 求你讓我們過去 我們不喝裡面的東西 我們不用裡面的東西 我們不能做王道 或者搭道 我就過去了 這什麼意思呢 這個搭道 金王搭道 或者叫做王道 這個是一個很古早的路 從埃及開始出來 經過西來半島 然後就到以拉他 然後再往上面一上去 可以到大馬社 就是那個敘利亞 然後再往上去 就可以到米索佛拉米亞 然後左邊就出地中海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條路 這條路 叫做王道 你這邊全部去 全世界都可以去了 只是他是從埃及這邊出來 就不會壓他往別過去 這還叫做王道 你看這圖就知道了 這邊是埃及 他以從出來到這邊就是以拉他 上去就到大馬社 這邊就是地中海 這邊就是米索佛拉米亞 所以這條王道就是這條 這樣子過去 好 那摩西就跟他們講 說我們呢 現在已經在這個地方了 我們走走走到這裡 好 我們要經過這些移動 我們要從這邊過去 要到死海的右邊 要過去這邊 我們要過去的時候 這邊有一條王道 就是這一條 他就跟他講 我們走裡面的王道 過去就好了 怎麼走呢 就這麼走 好 我們走這樣就不好 拜託好不好 他就跟他講了啊 我們要走王道 我們不吃你們的東西 但是國王跟他講什麼 不行 你從這邊過去的話 我要拿刀殺你 所以 他們想走王道過去 欸不行 所以他們只好怎麼樣呢 只好走這樣子 往下走 走到哪裡 這就是什麼地方 以拉他 這就是以拉他 他們本來就不用到以拉他 但是過去的 他們至少這樣走到這邊 再往上走走走到這邊 結果什麼樣 這是以拉他 所以以拉他就是這麼重要 在摩西一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提到這個以拉他了 那這地方 聖長鵬礦鐵礦 他現在是以色列第四大城 是最南部的一個城市 那是鴻海的最北邊的地方 就是這裡 以色列最南部 鴻海的最北部 就是以色列最南部的地方 以拉他 那現在裡面呢 他們有設海洋研究中心 中間研究鴻海的 然後呢 1985年 成為自由貿易區 然後呢 現在已經很發達 發展了 後來又變成免稅區 就是購物天堂 你們會去嗎 會 會去 會去的地方 他又在鴻海旁邊 雖然很多的水量留在 很多很多 還有一個什麼 到海底 所以一個海底公園 這個可以在那邊浮錢 我們不會浮錢 我們不會看到這個 然後這個是它的海底公園 所以海底公園 讓你們有一個潛水亭 可以潛到下面去啃海底 這個讓你們在那邊看一看就好了 那你就不用看了 所以海底就是這樣子 然後旁邊也有沙漠 也有攀岩 也有這些 那個紀普設計 礦 紀元礦也還有一個石柱 那 那 這個 還有很多那個 洪 洪水甲骨 好 到這為止 還有一個重要的 沒有提到 這個提洛羅 走這麼遠 太久了吧 所以叫你相信 它應該是 洪海 過來 過阿卡巴灣 是西南半島 就從這裡 這是什麼地方 你拉他 從這邊進去見索羅門 好 那既然聖先提到這個 斯巴尼王這麼重要 你看 這個就是 夜門的郵票 裡面那是什麼 斯巴尼王 這是什麼 索羅門 所以 我們相信 這個夜門一定認為 這是真的 以前斯巴尼王 真的去看索羅門 斯巴尼王就長得這麼漂亮 它叫做這種禮物具 好 很多 那個彩色玻璃也有 這個斯巴尼王 見索羅門的故事 好 那他去人見的時候呢 他就是看到 他們那邊 索羅門那邊 太豐盛了 群城很多 吃東西很好 特別看到什麼 看到 耶和瓦殿 耶和瓦殿的階梯 這是什麼意思呢 來 他說這個殿是什麼呢 這個耶和瓦殿 那個階梯多厲害 你知道嗎 他是用象牙做一個寶座 筋 筋 包掉了 然後有六個階梯 六個階梯 每個階梯 有兩隻獅子 所以一共有十二個獅子 在列國中 沒有這樣子的 主要是非常厲害 這個獅八鳥看到怎麼樣 就象牙了 嚇了一跳 多厲害 就看這個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這邊也六個 十二隻獅子 這是用象牙做的 用雞子包起來 這是獅八鳥來看他 世界平外很多也是一樣 都是獅子這樣子 這是聖經紀的 但是我另外去找一個傳說給你們聽 因爲什麼 因爲斯巴鳥這個人 跟以色列歷史有關係 你們聽就知道了 這個傳說是在什麼地方 在埃塞德比亞 埃塞德比亞就是什麼 就是埃塞德比亞 你們常常聽到埃塞德比亞 它就是埃塞德比亞 這裡有個傳說 就這樣子 所羅門養一隻小鳥 叫做戴聖鳥 這個鳥 月天晚上就跟所羅門說 那個斯巴女王跟那個斯巴那個國家 是在拜太陽神 好 所羅門就寫個E-mail給牠 牠說你不要拜太陽神 你不要拜上帝 那這個斯巴女王就很感謝 就用黑貓宰一遍送了個禮物給所羅門 所羅門據說 為什麼 所羅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不說 那他沒有說了以後 兩個人就賴來賴去的 後來這個斯巴女王就覺得好 那我應該帶一個禮物去見所羅門 順便問他一些問題 好 那他決定要去以後 來 所羅門旁邊有一些經典就跟他講 因為他什麼 他怕所羅門會被斯巴女王迷惑 所以他跟他講 欸 這個斯巴女王你要注意 注意什麼 他的腿上都毛 他的腳是鋁體 所以所羅門就想 好 我要試試看 是真的 來 我的寶座前面這條紅地毯 你給他一個玻璃 那麼這個斯巴女王看到會以為水 所以要怎麼樣 把裙子抬高啊 對不對 我這個不是亂講的 你看這個圖 這張圖是152年的索匯本 這個東西現在在牛津博物館 是真的 你看啊 這個 斯巴女王把裙子拉起來 欸 果然全部都是毛 那時候所羅門就跟那個精靈講說 欸 那他毛這麼多 你們去化名一個脫毛季好不好 把他的毛弄掉 他們就真的化名了 而且毛就脫掉了 那個毛脫掉了以後呢 就怎麼樣 斯巴女王就嫁給他 所以斯巴女王叫做巴凱達 就嫁給他 所以他一個生的兒子 叫做孟尼尼克 這是真的喔 這孟尼尼克就是 埃塞俄比亞 第一個王朝的創立者 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這樣子 然後斯巴女王 他是回去以後才生的 就這樣就懷孕了 就回去就生了 生了這個兒子 後來這個兒子慢慢長大了 早上又回去看他爸爸 對不對 回去 那這埃塞俄比亞到什麼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葉門在這裡 葉門跟著一個 葉門在這裡 可是這個紅海 對面就是 對面進去 這就是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 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內陸國家 他旁邊沒有靠海 全部是在內陸 這個地方就在這裡 葉門在這裡 他在這邊 中間一個一個曼德海峽 就過來了 所以應該是 這個斯巴女王回去以後 生了孩子 那個孩子就過來這邊 建一個王朝的 好 那他長大以後就去看所羅門 所羅門就要見完以後 他要回去了 聽說索羅門就建了一個約會的複製品 給他帶回去 但是又聽說這個很厲害 他就把他破換了 把他的複製品換成真品 把真品帶回去了 聽說這樣子 好 那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聽說後來以色列就開始復活了對不對 把這些人接回去以後 這個約會聽說已經回到以色列了 聽說的 好 那他就讓他帶約會回去 而且派了一大堆年輕人跟他們回去 把他護送 這些年輕人去了以後就沒回來了 就住在那邊 那就跟他們通婚 就生了很多禍代 這些禍代就是什麼呢 後來叫做貝塔以色列 叫貝塔以色列 你們上網查就有這個東西 這跟以色列有關係 那經過好幾個世紀以後 這個貝塔以色列聽說一度有幾十萬人 那這個貝塔以色列就是什麼 他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之家 這些人是黑人 但是他們認為他們是以色列人 到現在還是認為他們是以色列人 然後他們住在伊索米亞北部那個地方 這些人從很早到現在到現在 非常遵守猶太的 對 猶太教的規矩 但是他們又不認識綠華 他們不認識字很少都是文碼 他們聽說如果有一本聖先 那聖先打開來看的時候 就維持一大堆人 因為聖先就有一本 所以維持一堆人 那有人可以站在旁邊 有的人只好站在對面 所以那個人看聖先都是看小環 小環這樣的對不對 他是我是這樣唸 他是從那邊唸過來 結果唸久了以後 那個人化到最後以後 聖先看不懂 所以他只好往上站回去那邊 這是聽說的 那他們那邊就是這樣子 他們一直認為他們是猶太人 一直認為這樣子 這些人 那聖先在那地方 不是猶太人 就稱他們那些 這一對人叫做瓦拉撒 瓦拉撒人 那就是一直是陌生人 像這些 這很有事 他們一直認為他們就是猶太人 那這些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這邊的人有沒有接受呢 沒有接受 甚至到1948年已經戶國了 以色列重新被這個新的國家以後 他們說我們也是以色列人 我們要回去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有一個回歸法 回歸法說你如果是猶太人 或者你有猶太的父母 或者祖父母 或者你的配偶都可以回來 或者可以登記做公民 他說我們要回去 但是以色列人不承認 後來怎麼樣 1948年不是獨立了嗎 一直吵一直吵 吵了25年 1973年 他們一個拉筆 大拉筆就出來了 他看一看 這些聽一聽 他說好 我們接受你是猶太人 這很重要 再隔兩年 定一個拉筆也站出來 說我們承認 這些人是我們的同胞 公民多久他們政府就好 既然這樣子拉筆講話了 好 我們就承認好了 那承認因為他們說我們 是以色列人可以回歸啊 對不對 好 他們一直弄了兩個行動 一個是摩西行動 1984年 一個是所謂的行動 1991年就開始派飛機 去給他們塞回來 載了三四萬人回到以色列 現在他們已經住在以色列了 這就是這個經過 你看 派這個飛機去 先說因為要載太多人了 所以把那個裡面 把那個座椅給拆掉 然後不曉得他們怎麼做不知道 反正載了很多人 其實載了幾萬人回去 那載了幾萬人回去 現在怎麼樣呢 你看 也是在以色列當兵 為什麼黑人 特別是猶太人啊 就是伊索比亞的以色列人 這就是他們 好 那目前有超過十二萬人 八萬多人是在伊索比亞出生的 那個其他人在以色列出生的 那這個牽涉到那個斯巴尼 斯巴尼又牽涉到伊拉他 所以就是跟大家介紹了 但是 以色列人會心動很大 把他們接納嗎 沒有 還是歧視 第一個歧視 他們知道你們這邊在非洲 不曉得有沒有傳染病 所以我們拒絕他 兼血了 第一個 第二個 聽說他們怎麼樣呢 偷偷摸摸的給這些人 用什麼 用避孕藥 強制避孕藥 2013年有報導 說過去十年啊 這些人在不知情之下 用了避孕藥 所以這些Beta 以色列人 他們這樣生育率啊 在十年降了50% 所以這一報導出來以後呢 以色列人本來不承認啊 政府本來不承認啊 後來就承認了 然後就給富山貴醫生說 如果這些移民對後果有關注的話 就不要用 現在目前是這樣子 這是我目前所得到的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這個講太多了 來 接著我們講連海平原 連海平原其實從北到南有這麼多平原 雅各平原 沙倫平原 匠恩平原 匯士平原 這些 第一個是雅科 第二個是沙倫平原 第三個是匠恩平原 匯士平原 那這個地方 這個平原裡面 我們要介紹三個城市 第一個是約帕 跟特拉維吾在這裡 兩個就在旁邊 蓋萨利亞 在上面 好 第一個我們介紹約帕 這個約帕是一個很早很早的城市 它說五千年前就有在這邊居住了 那約帕裡面如果記得的話就知道約哪 要逃跑的時候跑哪來去 就是約帕 就是約帕 所以已經幾千年了 好 傳說中 這個古城他們認為 他們是挪牙的兒子雅伯所建立的 那雅伯叫做雅伐 所以他們現在叫做雅伐 雅伐 約帕叫雅伐 它是建在一個高四十公尺的一個峭壁上面 那底下可以看到有一個海峽突出去 又一個擋風的那個堤 一個礁石 就像這樣子 約帕 那外面 自然是擋住了 所以就去很好的港口 你看整個船在這邊 那他們在旁邊這裡 就建了一個特拉維吾 所以兩個西施可以加在一起的 這不是約帕 這不是特拉維吾 現在他們的首都 這是約帕 那 有人那個考古以後發現 祖賢十幾世紀 那可能是埃及的 在統計 十二世紀的時候 可能是非世人 第十世紀的時候 就變成以色列在統治了 那所羅門 這個約帕另外 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所羅門當初要建聖殿的時候 他不是要從黎巴南運一些香薄墓嗎 香薄墓怎麼來的 就是他們砍架以後 把他綁起來 當作一個木筏 就從黎巴南就丟到海裡面 地中海 然後就流流流流 流到約帕以後 就把他拉進來 然後就弄到耶路撒墓去 從這邊 香薄墓把他綁一擋放到水裡面 然後流流流流 流到哪裡 流到約帕 然後拉起來又拉過來 又不算了 正見聖殿 所羅門的一些香薄墓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的 那約拿要逃跑也是到約帕 所以你今天到約帕去的話 你會看到一隻什麼 經理 就這隻 聽說這隻就是 聽說這隻就是以前吞那個約帕那隻 好 那以斯拉從那邊回來之後 那個貝魯哥回說 以斯拉要 所羅法國人不是建第二聖殿嗎 那時候要修禮的時候 也是從黎巴南漂浮海運 從約帕運著木來 聖殿這樣寫 他們將香薄樹從黎巴南運到海裡 然後浮海運到地上 所以約帕就是 重要就是這樣子 那這就為新約的時候 彼得也是在約帕 彼得到約帕又去敲筆匠的家裡 在那個墓底看到的意象 有沒有 有一個布垂下來 好 我們也會去看這個地方 就是這一間 敲筆匠的家 他就在上面看到了 上面這邊 這個門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寫好守信 他的家 然後這就是他的陽台 那我們去的時候 因為他們很灌注 他不讓人家參觀 現在是變成私人的人 我們不讓人家怎麼參觀 好 但是他們又會紀念這個時候 有一個聖殿的教堂 好 那這個約帕在祖佛六十幾年之後 那個猶太人在想要反叛到羅馬的時候 被跑回掉了 那而且那個旁邊 上面又建立了 蓋薩利亞的港口以後 他們就更沒落了 但是這蓋薩利亞建好以後 經過幾百年 發現什麼 他們那個黃坡亭啊 就一直沉一沉到海裡去了 那黃坡亭沉在那裡以後 反而那個船子就比較不好進來了 所以蓋薩利亞又沒落 沒落以後約他又開始起來了 又開始恢復了 那那個十字軍進來的時候 就從約帕這邊進來的 那四九世紀的時候呢 這些以色列復活的喜安運動呢 也是從約帕進來的 然後他們進來以後呢 人家會稍微講到 特拉威夫講到 他們進來以後呢 就在旁邊建立一個特拉威夫 所以跟約帕有關係 這個他們就在旁邊建立一個特拉威夫 那就1950年呢 約帕跟特拉威夫之後 合併在一起的 這個就是前面剛剛講的 這個是約帕 後面是特拉威夫 這邊從約帕可以看到特拉威夫 特拉威夫就是在旁邊 這個我們講過了 1880年的時候 那些要復活的人 進來以後 他們覺得我們要一個據點 讓那些外面回來呢 猶太人有一個地方住啊對不對 剛好1909年啊 這個約帕這個地方 猶太人啊 被阿拉伯欺負 所以他們就到旁邊 就急急牽出去 牽出去呢 就在附近 就找了一個地方 把它建立一個叫特拉威夫 那這個特拉威夫 他們要去的時候呢 他們名字不是隨便叫的呢 為什麼叫特拉威夫 因為他們去找以西捷 以西捷裡面 這個以西捷被抓過去以後 就在老百姓裡面對不對 他就講了啊 我就來到特提勒亞帝 住在加巴土旁邊對不對 這個提勒亞帝就是什麼 特拉威 好 這個呢 這個就是提勒亞帝 但是他們呢 後來念念以後 就變成這個 B變成V 就是 就是 提勒亞帝 意思也一樣啊 但是後來一直念念 變成 變成特拉威夫 變成特拉威夫 特拉威夫 這樣子來的 這個名字是從以西捷來的 那後來這特拉威夫 慢慢就變成金融中心了 現在是他的首都 但是 川普怎麼樣 不爽 因為川普挖以色列 那以色列人說 我們的首都是在 那美國以前的總統都不敢講 川普跳出來就說 我們承認 但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什麼 耶路撒 耶路撒 然後呢 因為以前大家都不敢承認 所以大使館通路在特拉威夫 差不多就下令 來 美國的 那個大使館 把他搬回去 耶路撒 什麼時候要搬 五月 五月要搬 我們四月會去 他們五月要搬 好 好 那以色列的後果初學 他們就是 以色列的首都 那他們就宣布 1980年就宣布了 耶路撒冷才是我們永遠的首都 他宣布是宣布 但是沒有人不敢 大家都不敢怎麼樣 因為那邊是回教主占據的 但是現在川普已經下令命了 叫他搬回去 那實際上 特拉威夫跟龐貝這幾個衛星城市 現在已經是很重要的地方了 因為首都 所以已經不次於耶路撒冷了 那特拉威夫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什麼呢 以色列愛樂教養館 就在這個地方 那其他還有博物館 還有一些什麼流離歷史博物館 像這個就是流離歷史博物館裡面的 那個猶太會堂的模型 那這個就是特拉威夫 特拉威夫 特拉威夫市區 然後 好 這兩個是在龐貝 沿海的龐貝 約帕跟特拉威夫 現在已經幾乎合在一起了 那往北一點呢 有一個蓋薩利 這個蓋薩利亞就是這個地方 特拉威夫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是往北 就是這個地方 蓋薩利亞 這個蓋薩利亞是大西歷建的 他在主權二十二年到十年 就是建了十二年 他為了要剖他們的凱撒 他們的皇帝 所以把他叫做蓋薩利亞 這個名字是這樣來的 那他們那時候是羅馬的統治 羅馬都會派總督來 那耶穌的時候總督是誰 就是 比拉多 那 如果你找到比拉多一些遺跡的話 是不是更證明耶穌那時候是真的 聖先講的是真的 我們已經講過西伊加水道了對不對 那更早以前了 兩千又幾百年前的 都已經證明西伊加是真的 那這個呢 在證明比拉多是真的 等一下就讓你們看到 那菲利啦彼得啦 多層在這個地方 寶羅呢 要傳到的時候 也從這邊蓋薩利亞進出 那寶羅要被送到羅馬之前 也是送到蓋薩利亞 從這邊出去的 那第四到第七次 是拜占軍的時候 站在這個地方 那十三世紀 這十四軍東陣以後 被那個馬姆勒克攻戰以後 他們呢 為了要防止那個敵人從海上進來 所以他們把這個海邊 防止通通給他破壞掉了 所以從此就變成皇位了 他是怕人家從這邊進來 結果把他皇位 到奧圖曼帝國的時候呢 他又把一些回到的難民 又給他放回去那個地方 然後到1948年 在獨立戰爭的時候 他又被破壞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呢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新的建築 都是以前留下來的 現在只有一個回到市裡的難民 那他們呢 就考古 就開始挖進來的地方 結果發現那邊港口呢 很多那個以前做的防波堤 都一直往下陷 一直向到海裡面去了 所以現在呢 去大概只能看到路上的東西 像這個東西 這是以前留下來的 這個很多遺跡在這個地方 那這地方你可以看到 拉大序建立一個人工港 還有經濟場 大雲行巨場 還有龍馬式的爭區 還有沿水道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大序建的龍馬巨場 可以通過三千多人 那聖經有講到西利亞西帕 在這個巨場的時候 他講話 那百姓就 他說你講的好像是上帝的話 他沒有你謙卑對不對 所以當場怎麼樣 那被寵咬死 可能就在這邊死掉了 在石鹿行巨場 十二張可以看到 這他們大序建的 你看這幾千年間見的就是這樣 他們呢就面向海 所以他這個這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譬如說在唱歌 因為這海是這樣方向過來 所以這邊傳到這個地方 每一個人通通聽得到 根本不用麥克風 三千多人不用麥克風 你就知道他們當時的建築有多厲害 好 1961年有一個義大利考古學家 在那邊發現了 在這個劇場 發現一個石碑 這石碑上面寫什麼呢 本丟皮拉朵 就這塊 就這塊 那這一塊放在那邊是複製品 它的針的那一個放在博物館裡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字 本丟皮拉朵 好 那另外它有一個海峽王公 就是當作建道裡面去的 裡面有一個游泳池 這個游泳池就像這個游泳池 以前的游泳池 建在海裡面的 然後還有一個野水道 這個一定會去看 因為這個它是從嘉尼山把水引過來 石碑十多公里 十多公里居然那個落差 它能夠算得那麼準 很厲害的 它用精密的那個坡度設計 它用一個拱門 這樣從那邊一直把水引過來 你看 這麼長 十多公里 這個 用拱門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跑到這上面去看 從這邊 這是我們24年前上去的 那這旁邊有一個垃圾 這個就從空罩的時候 然後這裡陰水道這樣子下來 那這是他們很多當作的遺跡 有街道啦 有城牆啦 有石日記留下來的城門啦 還有這些 都是當作留下來的 還有浴池 因為羅馬人在那邊住在那邊 都會很注重他們的這個 豪華浴室 這個上面是蓋起來的 那熱溪在下面一直上來的 然後還有石棺啦 然後這雕刻啦 這些在蓋萨利亞可以看到的 好 接下來我們講 斯費拉 這個斯費拉是什麼地方呢 斯費拉是一個地形的名稱 是猶大山地西邊的一塊秋林地 它差不多有四三公里長 然後十六萬尺寬 從基色到貝斯巴 這一塊叫斯費拉 那這斯費拉裡面呢 它還拔到三十三十到三百六十這樣子 那身邊有二十次提到斯費拉 那這個地方呢 以前是可以種植葡萄啦 感染啦還有五花果 那這個地方以前就是什麼呢 那以色人在住的 他們在這裡才高一點 那那個旁邊靠近沿海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那些人就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的加薩州啦 到現在還是跟以色人在拼 那時候是菲利斯人 以色人就是在旁邊 所以這個地方呢 斯費拉就是常常兩個地方 他們爭奪的地方 也是寬充地帶 那時候就發生參聖的故事啦 那時候常常跟菲利斯人打戰啦 大衛跟菲利亞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的故事就是發生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會介紹伯斯麥跟米拉庫 第一個伯斯麥這邊 米拉庫就靠近這邊 這個地方就是斯費拉 我們介紹這兩個 第一個伯斯麥就是一個 它的現在就古城了 伯斯麥就是釋賣之家 那這個伯斯麥呢 現在位於現在的釋賣層的旁邊一點 這是它的廢墟 伯斯麥廢墟 那聖經編著也有提到 猶大的支派的畢界呢 它的別界就是伯斯麥的南邊 這邊也講到伯斯麥呢 後來歸給立位支派的雅倫後裔 然後呢 最重要就是說 那個薩摩爾的時候 以利當先知 那菲利斯人來打哈門對不對 那他們戰敗就把約櫃坑出來 什麼就一定一定 結果約櫃怎麼樣 被徽聖奪去了 但是奪去以後呢 徽聖就怎麼樣 就聖體稱 回來他們就趕快把他送回來 約櫃送回來送到哪裡 賣博斯麥 就是送到博斯麥 這個地方 然後要把他送回來 約櫃 這個送回博斯麥 好 那這個博斯麥呢 他們現在一直還繼續在考古 繼續在考古 1911年到193年 這20多年間 他們發現 其實博斯麥呢 有六層 往下有六層 六層是不多啦 燕翼哥是23層 這六層就在考古 他們發現往下一直往下 可以換到六層 所以下面呢 是屬於三千年 祖前三千年前的 然後呢 祖前十六年 十六世紀的話 是埃及人的時候在這邊 應該有城牆在這裡 然後第四層呢 差不多是同系時代的 對不對 裡面發現這些東西 然後呢 第三層 你叫鐵器 差不多應該是四肢時代 就是這個時代 這些 蓄水是入口啦 這些他們發現的這些東西 這些鐵器 然後呢 第二層是屬於 南國優達的時候 那雅拉斯的時候 博斯麥是被菲律士人占去的 後來就慢慢就 被巴比丘毀掉 這博斯麥就沒有人見了 所以現在都是古蹟的 他們看到這些都是古蹟 那最後一層可能就是多瑪時代的 這個 下水溝啦 這些 好 就是 博斯麥 另外一個要介紹的就是 伊拉谷 這個伊拉谷就是這個地方 伊拉谷有什麼重要呢 因為 大衛跟哥利亞 一站就是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其實是一個小小的地方 它那個有一個 那個河谷是一個東西向的 但是裡面呢 很少有水了 這個河谷 伊拉谷 那這個 這個裡面呢 它有一些植物啦 是一個很重要的水口的地方 那 這個裡面有一段 有一小段呢 伊拉谷 溪流 他們認為 就是大衛 撿濕頭的地方 那你們先去看 有沒有濕頭 還很多 雖然大家一直撿 但是還很多 那 這邊 撒謀地上有什麼 他們在伊拉谷安年 就像在旁邊 那個西 就是少年人 大衛殺了哥利亞的地方 好 那到底這個事 這個故事是真的還假的 哥利亞是真的還假的 他們就要開始研究啦 因為聖經說 這個哥利亞有290公分高 有這麼高的人嗎 聖經說它有6軸 比人1虎口 算起來就是290公分 那有這麼高嗎 現在的紀錄 現在的紀錄最高是270 所以如果 哥利亞是290公分 也是高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們還可以接受 那 而且 因為哥利亞它是立法因人 他們都是很高的 所以 那時候也有記載說 他們有那個壯石 有240的 所以290就姑且相信 好 你看 一般的士兵是這樣 他290 這麼高 好 那這個地方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 他們發現 姬牙法陶片 這是什麼東西呢 因為 大衛既然跟哥利亞 是在以拉谷站的 對不對 但是他們在以拉谷發現 有一個色皇城 姬牙法 這個姬牙法是在把守這個 雅牙法的這個地方 結果有一天 有一個人發現一塊陶片 就是2008年7月8號 一個17歲的青年發現的 發現一個陶片 那他也不知道是陶片那麼重要 他就放了很多那個吹片 就把它收起來 就送去那個倉庫裡面 後來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這上面有寫字 是用墨水寫的 那後來一些古文專家 斷定說 欸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裡面的字呢 是現在出土最古老的西 來西柏來文 最古老的 所以他們就完全非常重要 就開始一直研究 這個陶片呢 只有這麼大 這麼大的 那個大小 你們看就是 他發現這個陶片裡面有五行 可能這個是那一個文章裡面 最後五行 有55個字模 就是這塊 這塊這樣看好像看不到對不對 他們就很多方法 就看 就看在什麼 欸 這上面好像有字 這有字 這個字那是墨水寫上去的 他們就這樣 就把這個更清楚了對不對 他們就把它寫出來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就去研究 因為這是最古老的西柏來的古文啊 後來就研究出來的 找出幾個字出來的 這幾個字找到了 這個字呢 是主 這是審判 這是什麼 這是君啊 後來他們就根據這一塊 陣電 當時候呢 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五字 一定有文字 當時這個文字呢 或者是 那個一些官員才能夠認識字 他們就是在負責寫這個 就墨水寫上去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當時候應該有文字 這個陶片呢 就是在這裡有這個東西 他們能夠寫這個東西的不多 所以應該要 這個文字應該是 這意味很重要 那他們寫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要唸出來的 因為大部分都文盲 所以文字會寫 但是有人會在公共場所唸出來 這個東西 它是在一個城門的旁邊發現的 所以他們認為 這個應該是當時候 寫在那邊以後 是要唸給大家聽 要給公眾聽出來的 好 那你現在可以去剪舌頭 剪石頭 不要剪太大顆的 這就是伊拉谷 好 那這個就是什麼 大衛 Pengoria 你看 大小就是差這麼多 你看 還有這樣子的 就今天下午末就開始了 那裡面那個彩色玻璃也有了 這個就是 當時我大衛甩的那一個 就是用這個甩的 就這樣甩 甩幼就把它 它剩兩條甚至 我們弄在一起 甩幼一條甚至放開 放開這個時候就跑出去了 這就把它殺掉了 把它拖 切下來 就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重要就是因為 大衛在這邊殺了哥利亞 好 那最後我們介紹一個 耶利哥平原 耶利哥平原呢 那其實耶利哥城跟約旦河中間那個地方 這個地方 耶利哥平 耶利哥在這邊 這個是 約旦河 十海 這個也是耶利哥平 我們現在要介紹耶利哥 來一個曠野規模 這耶利哥呢 是海裡面下三百公尺 那它 那個因為 這是這個 耶利哥這麼重要就是 因為現在發現 大概一萬年前舊人的這個地方 一萬年前 那所以他們要來考古 發現往下一直挖 可以挖二十三層 你就知道了 這個地方就是耶利哥平 這個是約旦河到時代進去 他就躺在這裡 這個是從那邊找起 發現很早什麼很早的東西 好 那以色列人要進去 那個 要進去 這個或者加南紀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人 就是打耶利哥 好 那大衛要逃跑的時候 也是從耶利哥跑出去 所以這是他重要的地方 那古斯多他們就說 這裡有一個中 很多中里的地方 像這個地方 中里樹 這個很多 耶利哥現在還有很多這個東西 那他們現在發現 就是我剛剛講 他們已經發現很多很多的那個 古蹟 一層一層的 這個片 裡面突然弄死 往下也是挖下去 這是他的那個丘里那個地方 好 那他們現在挖塵 那這個是有一個 有一個塵牆 他們認為這個塵牆已經很久了 就是這一個 應該有一塊的以上的這一個 這是他們挖到的 但是這個跟我們要講的 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你既然當時候聖經寫說 他們繼續把耶利哥神打倒了對不對 怎麼打倒的 繞城啊 繞城又有繞倒下去的 你有什麼證據 有什麼證據說這個是繞城來的 我們等一下又要講這個東西 這長時候現在的考古 來 他們發現 應該有耶穌亞時代的成績 這塵牆了 好 他們發現說 有一個塵牆 這個塵牆當時說應該是這樣子 外面先一堵石牆 然後石一石膏 然後有一個坡度 三十五度的坡度 一個斜坡 然後才是主牆 那耶利哥這個塵裡面再有兩個牆 外牆內牆 好 這是我把它畫圖給你們看 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進來先碰一個牆 然後要打三十度的坡 碰到一個主牆 這麼高的牆 你根本就倒不進去 甚至進去以後還有兩個牆 中間還隔這麼遠 這是他們的 當時考古以後 認為應該這樣子 好 那這個牆就是這樣子 來第一個牆 然後結果這個斜坡 才碰到主牆 主牆只有一個門 你看這通風沒有門 你怎麼上去啊 這這麼高的地方 你連樓梯也不過進去 所以很難打進去的 只有這個地方 這樣子 就是耶利哥 唯一的牆 三十五度的斜坡 就像這樣子 這裡有牆 你已經不好進去了 這個牆就是 你冠進了 哇 碰到這一個 然後才碰到主牆 就是當時他們認為 耶利哥神應該是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 綁土牆 那裡面是兩 這個牆 這三十度斜坡 好 就是這樣子 這個外牆 然後這個斜坡 中間是人在住的地方 斜坡這個地方 還有人住的地方 好 那我剛才講的 你怎麼證明 怎麼證明是 耶利哥成輩 是人媚的 而且是造成人用媚的 好 他們這樣想 如果你是用工程的話 這個承娘會倒什麼地方 一個倒到裡面進去 我們從這邊進去對不對 這個牆一定會倒這樣子 你想 你去工程 如果常倒過來 你不是自己就完蛋了嗎 對不對 所以工程的話 程應該是倒到裡面 但是 這一個牆是什麼 是倒外面 上面倒過來的 一般進工程不在 他們只有繞了程 就倒下去 是往外倒過來的 你們看這也知道 我們再開始 在這邊 有沒有 你看 耶利哥成輩 向外倒塌 誒 一般不是向外倒的 好 這個就是兩道枕對不對 這邊開始往外倒塌 這個還不清楚 來 這個就是他們去那地方 發現那個枕 他們把它切下去 從旁邊看過去 發現怎麼樣呢 這個第一道牆 他們倒下來 倒這邊 結果東西就變成這樣子 這個牆倒下來變成這樣子 所以變成這條坡是怎麼樣 以色列就這樣 他們這個就會進缺了 這樣子進來 這個倒過來變成鐵在這裡 這個地方倒過來就變成這樣 結果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他們在那個地方發現 就像這樣子 你看 這本來有這個牆跟這個牆 對不對 這是第一道牆 這是第二道牆 後來倒下來了 就變成這裡 這個呢 他們就容易進去了 這個就是 他們把它切捏下去 看到這個情況 這個裡面找到的那些碎片 然後他們發現 耶利哥是先倒下去以後 火才燒起來 所以裡面很多東西都好好的 可以看到那些穀物 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認為 他們當作的糧食應該很多 不是說打到那個淡鏡裡面都沒有東西 不是 一下子而已 他們就繞了層就倒了 這就是當作發現的 好 那另外 以利亞被接 生天以後 換他的徒弟 所以 以利撒 以利撒在這個地方曾經用什麼 用鹽把那個惡水治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什麼 以利撒犬 這個地方 以利撒犬 他們認為以利撒就是把這個地方治好的 好 另外 耶利哥他有什麼 耶穌 經過耶利哥的時候 每一個人 因為矮小 想看耶穌 是誰 撒盖 撒盖就是在耶利哥 他就爬上一個山柱對不對 山柱在不在 在 就這一刻 這個山就是 撒盖爬上去的這一刻 你看有人爬在這邊 好 那遠遠看去有一個斯坦山 這是 耶穌 他們認為耶穌被受死在這陣子裡 他就去利喚 好 另外呢 會有一個曠以慧墓 就是說 拜託就像舊耶 耶穌華 叫摩西建的那個慧墓 把它弄一個 當然大家看得比較懂的 這個 如果是聖子 那個慧墓的話 裡面是至聖所 外面是聖所 對不對 至聖所有什麼東西 約會 聖所有什麼東西 相徒 相徒 神聖之 燈塔 對不對 三個東西 這有三個東西 這有一個東西 外面有什麼東西 外面有什麼東西 雞壇 這是什麼 洗桌粉 對不對 好 他們就把這個東西 做好 做到大家去參觀 這個叫什麼 雞壇 這個呢 洗桌粉 這裡面呢 就是聖所 這個 他們聲音有講 你看他們做一個斜坡 這樣上去 你不會做階梯 對不對 就這樣子 那裡面呢 就燒著 好 這就是洗桌粉 那裡面三個東西 金燈塔 香爐 跟陳色桌 香爐 金燈塔 陳色桌 那最裡面是什麼東西 別櫃 就是這個 所以到這邊結束 十二點來 下課 就這樣得獎這一次 好